在都是女孩的公司上班 今天向他们提出了一个过分的要求 认识还真好演吗 认识还咋演的 这什么话呀 不是你们枉费 我对你们平时任劳任怨的啊 太不讲究了 小白 你看我今天里边穿这个行吗 还行啊 咋的 你们晚上朋友去喝吃啥呀 吃火锅 咋的 我也想吃火锅 一起去呗 你不是说做我女朋友上火吗 那吃火锅不更上火吗 我就想吃火锅 你管得着吗 那行 那那个 那个下班咱第一天 电梯下见 行 那咱们说定了啊 行 行啊 那这什么晚上有约会啊 那你去吗 你不是说你射拱吗 还行 那你没把自己路堵死啊 那那走关 反正快下班了 那我还行 你是不是这么漂亮一会干嘛去 嗯 没干啥 这 我这 公街 你问我 我 我也公街 啊 你 那 一起啊 啊 行啊 走 走 哎 不是 你蔬菜回来了 不是 在都是女孩的公司上班 体验家里三千的帝王待遇 哎 你到底这么危险啊 点不这么好啊 哎 不是点子不点子的事啊 主要是上天 对我勤奋的眷顾 你眷不眷顾的我不管啊 刚才你答应我们的 就让他倒水 一直给我们二百 你可不能说话 不能说话 你瞧这眼 格局就小 那我能差你那扇头二百的啊 咱就不说别的 这这公司 咱带的数物不 这个数物不知道 你咋的 数物 我回头就给他收购了 到时候给你们分骨啊 不是 你是重大奖了 还是说你生命到尽头了 怎么静咱说胡话呢 你瞧这眼 怎么办 在我手机里 你们自己查号着吧 我去找文总聊一聊 首歌舞事啊 我有点忙着啊 我有点小事 那你先坐 等一会儿我跟上外面谈成的客户 打个电话 撂下 啊 撂下 干嘛呀 我特别不喜欢 我特别不喜欢 因为工作上的事 去扰乱你的好心情 啊 啊 不 我说话能听起来不 别闹了 我说话好死不 小事 但我希望在你重拾好精神之后 我再来告 啊 怎么样 确认完没啊 来 不要吝啬你们的嗓音 来把中奖数字大声的爆出来 哎呀没有事 我的什么眼界了 现在钱在我眼里 仅仅数字 OK 来 就是我希望你们大声一点 最主要是起一点肉气势 来 一 二 三 你买上去的 哎呀 我就说这点 啊 你买晚了 你买的是上去的哈 你们就见不得别人好 什么上去的哈 我自己看好了 来 你自己看 啊 你干嘛呢 你干嘛呢 小白 你回家啊 我都出家了 哎 小白 我现在心情好了 你有啥小事都跟我说呀 我现在 你心情特别不好 啊 对吗 好 我现在 你尝贝 你尝贝 呢 你尝贝 你尝贝